这一回啊 贾府又迎来了新客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薛宝钗的唐妹薛宝勤 薛宝勤美丽端庄又有才华 连贾母都动了心思 觉得她和宝玉倒是一对 不过薛宝勤已经许配给了 梅汉林的儿子 汉林是一个官位称呼 在明清两代 读书人考中进士之后 一部分进士会被选拔去汉林院 例如状元一般会被任命为 从六品的汉林院修钻 榜眼探花则会成为正七品的汉林院编修 其他入选汉林院的进士 做个数级是什么的 他们都被叫做汉林 汉林是个清闲的官 没什么权利 不过明清两代 内阁大学士之类的高级官员 大都要求是汉林出身 所以啊 做几年穷汉林 就有可能做大官了 这一回 史湘云也因为家里人外出做官 被贾母接到贾府来住 他和宝钗 香灵住在一起 香灵正在学习写诗啊 他就当起了老师 他给香灵讲什么 杜公布之陈谕 维苏州之淡雅 温巴叉之奇米 李易山之隐辟 这四句对应了四位唐代著名的诗人 杜公布指杜甫 杜甫的诗最大的特点就是 《沉郁顿挫》 诗歌内容深广 感情深沉 一阳迭档 而伟苏州指伟应吾 他擅长写田园风光 语言清新自然 温巴叉指的是温婷云 他的诗歌《风格浓艳》 李易山呢就指李商隐了 他的诗构思精密 意思十分晦涩难懂 来了这么多的人 宝玉担心黛玉受人冷落 没想到黛玉之前 已经和宝钗做了深入交流 两个人关系变得非常亲密 宝玉就很奇怪啊 因为此前黛玉 一直和宝钗有点小心结 于是宝玉就问了黛玉一句 是几时孟光接了梁洪案 这句话出自西乡记 用的是东汉孟光和梁洪的典故 孟光和梁洪是一对恩爱夫妻 孟光每次给梁洪端酒端饭 都要把放碗碟的案子 举到齐梅的地方递给梁洪 举案齐梅这个成语就出自这儿 表示夫妻俩相敬如宾 这会儿宝玉想知道 黛玉是什么时候和宝钗和好的 所以就问了这一句 重点是 是几时这三个字 两人聊完了天 又去找新来的客人玩 新来的女孩子当中 贾母最喜欢的是薛宝琴 送了她一件异常名贵的福叶球 就是用野鸭子头部的羽毛 织成的大衣 确实是非比寻常啊 众人聚齐之后 决定连聚 连聚是一种做诗的方式 几个人共同完成一首诗 他们要做的是一首五言排律 我们前面说过律师 一般律师就是四连八句 排律呢 也是律师的一种 还是要按照写律师的规矩来 只不过每首至少要五连十句 尚不封顶 就是写一百句都行 非常适合一群人联聚 在下一回啊 我们就能听到他们精彩的联聚了 本回解读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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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